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们应当有这样的思想 这也是基督耶稣的思想 他本来有神的形象 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 反而倒空自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然有人的样子 就自甘卑微 顺服至死 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因此神把他升为至高 并且赐给他超过万民之上的名 使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 因着耶稣的名都要屈膝 并且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给父神 阿们 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 第一个反应就是 啊 就是这一段 因为这是一个还蛮熟悉 还蛮常听到的一段 尤其是在第三节 就是说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 那我自己个人的经历 跟这段经文呢 是在团契里面 很常有很多的争议 就比如说 什么叫做看别人比自己强 那如果比如说一个婴儿 难道我看他比我强吗 就是怎么可能我的能力会少于一个婴儿 或者是说看别人比自己大 就好像变得要好像很 很卑微的感觉 或者是很很可怜这样子 但是其实我们很多次的讨论之后 还有这段的经文 看其实看这整个经文 一到十一节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更多去思想 其实耶稣像他这里 他的第六节 他说他本来有神的形象 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 所以就看到耶稣其实本来跟神 他们是一体的 耶稣是神的儿子 也是神本三位一体的真神 但是他却愿意降在 充满着污秽还有罪恶的世界上 并且来拯救来服侍来跟这些 有的时候有点像有眼无珠 然后呢或者甚至是不想要听他讲话的人 他就是来这里来服侍来传他的福音 来医治来接近这些人 这么去想的时候 就反过来看到自己 我身为一个人 我如此的 就是跟耶稣比 怎么比都比不上 那我还去 如果我还去看别人 比我自己弱 或者是说把别人放在我之下 那其实那岂不是有点 insulted 有点侮辱了耶稣吗 如果我称耶稣为我的神 我称神为我的主 但我却不愿服侍 他当时服侍的人 那我岂不是很没有逻辑吗 岂不是好像我比耶稣大 他服侍的人我还不服侍 但其实并非如此 其实这里面 这里虽然这一段经文没有说 但我们知道 其他的经文也有说 就是 很多次不同的地方 再前的要再后 耶稣他自己对他的门徒说 当他的门徒 雅各和约翰 他们两个就是想要 问耶稣说 我们可以住你旁边吗 那是耶稣就说 其实你们要 再前要再后 就如人子来到世界上 是来服侍 而不是被服侍 对 其实可以更多的看到说 神他之所以服侍人 就是因为 他不需要人的服侍 就像一个比你弱的人 不需要 你不需要一个比你弱的人的服侍 因为神他本来就已经超过了所有人能给的 所以他愿意因为爱 他能够可以来服侍这一些需要的人 对 其实这么想有点绕 但是我自己个人的理解就是说 之所以耶稣他愿意可以来服侍人 第一绝对是因为他自己的应许 还有他自己的爱 第二就是因为他本来就 不需要这些人的服侍 那相较之下 其实我们基督徒呢 身为已经不是属这个世界的人 我们 其实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东西 应该是可以换取我们的想要 或者换取我们的 我们的心思 或者是我们会被他所控制 或是被他所服侍 但是呢 我们却拥有着 这个世界得不到的救恩 所以相较之下 我们其实是可以去服侍身边那些 还没有这样子救恩的人 对 而且反而 这边在 在第九节 还写着说 神因此把耶稣升为至高 赐给他超过万民至上的名 所以是 历史皆是 天上地上 和地底下的一切都 因着耶稣的名义屈膝 也承认他为主 将荣耀归给神 所以 相同的 当我们 也愿意去服侍人 有如耶稣一样 其实神是看在眼里 而且 这么做也是将荣耀归于我们的神 对 呀 今天的这一段 感觉有点绕 但是我觉得 神做的事情 其实就 很多时候感觉好像很 彼此冲突 像在前要在后 或者是要 分明 这个世界上最强的耶稣 却看别人比自己强 他们的需要 比他自己强 这一切都是非常的 不符合世界的 道理跟逻辑的 但是神却这样子 用他的奇妙的方式来教导我们 真的是 真的是很值得 去好好的思想 对 呀 所以其实 回到原本 终结一下 看别人比自己强 并不是说能力 而是说别人的需要比自己高 就像耶稣 他自己 跟神祷告说 愿神能够挪去他的苦悲 但是他说 但不要依我的意 乃是依你的意 因为他看神 他看世上的人的需要 比他自己的高 对 但是 而且另外一点就是 若我们这么 照着耶稣去做 神他会看在眼里 而且神他也会 一定会 因此而得荣耀 而身为他的儿女 没有什么比 使神得荣耀 更开心 更值得去做的事情 好 那 今天的大概总结 就是这样 那我今天想要特别 拿出来的一个 一句经文 就是 其实是 第一到第三节 也就是 你们在基督里 若有什么鼓励 有什么爱心的安慰 若我们从神 耶稣得来什么样的爱心 和鼓励 我们就 应当第二节 有同样的思想 同样的爱心 心智相同 思想一致 使我充满喜乐 使神充满喜乐 不要自私自利 也不要贪图虚荣 要谦卑 看别人比自己强 所以其实一切 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能够鼓励 我们能够服侍 我们能够 有着属神的思想 都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 而是来自于第一节 在基督里 我们在基督里面 得到了什么 我们才能够 同样的分享出去 所以我们不能靠自己 去服侍人 而是能靠着神 靠着耶稣他自己 才能够 有着耶稣一样 才能够荣耀神 才能够使神喜乐 这就是今天 我对于这一段的 经文的灵修分享 那我们结束之前 先在一起做一个祷告 现在主要感谢你 你是那充满 自卑和恩典的主 主要你的能力 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 但你却愿意 为我们诞生在这个世界上 为我们而死 为我们受各种各样的屈辱 为我们复活 主啊 真的是 想都想不透的一个 一个爱跟一个应许 主啊 真的是感谢你 也求你 让我们这些已经 属于你的人们 可以因为你的爱 因为认识你 因为知道你的属性 我们能够 也这样子同样的被 教导 被滋润 我们也能够生出 属于你的果子 使你能够喜乐 主啊 约你真的有如园丁一样 持续地来修剪我们 持续地来灌溉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自己 能够怎么样 而是因为有着你这样的根 有着你这样的牧羊人 我们才能够做 使你喜悦的事情 主啊 约你真的是炼金我们 赐予你 赐予我们由你而来的 谦卑 由你而来的 看自己微小 看 由你而来的那样子 愿意服侍人的心 直到不是为了 要讨别人喜悦 讨自己的喜悦 而是为了要讨我们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的喜悦 主啊 真的感谢你 愿你真的 与我们同在 也在这一天 能够保守 所有的 在一幕前面的兄弟姐妹们 主啊 感谢你 愿你与我们同在 也愿一切荣耀都归于你 奉主耶稣名求 阿们 拜拜